各位麦子玄的同学大家好 这一节主要讲解X型扩展 X型扩展呢 是在所有的扩展当中呢 是比较算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吧 它所提供的功能呢 它的限制的范围更少一些 而且它所提供的功能会更加强大一些 如果你在其他的 如果你编写扩展的时候 你在其他的一些扩展点上 找不到一个比较合适的话 我觉得你就可以尝试一下 使用X型这样的扩展 它在提交这个APP审核的时候 它的限制相对来说 也要宽松许多 然后整体来讲 X型扩展它所完成的功能呢 就是把这个从host的APP当中 所提供出来的一些内容呢 进行转换或者查看 由于在其他的一些 其他的扩展点上 有一些许多的特殊的地方 讲得比较详细 但是X型扩展当中呢 基本上就没有太多特殊的东西 这里呢就不做一个进一步的 比较有实际作用的一个demo 主要是理论部分给大家讲解一下 我现在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大家可能有深有体会一下 你比方说 我们的host的APP传过来 一个字符串 那么我们通过X型这个扩展 我们可以把这个字符串 以更加模幻的方式 把它给显示出来 比方说 以前我们经常看到的 这种3D效果的 彩色3D效果的这么一个动态的图 然后这也是其实也是可以的 然后而且还可以把它 录成一个小的GIF 然后再传回我们的host的APP当中 其实这些都是可以的 然后另外还有一些比方说 可以像那个WWDC上面 他说展示的那个 把那个 微博上面的一些内容进行翻译 然后其实这也是可以的 然后其实还有一些 很大的 很大的功能 很多其他的一些功能 但是你主要抓住两个重点 第一是查看内容 第二是转换内容 现在我们来建立一个demo 我们看它一下 大概再看一下 然后我们现在再建立一个扩展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扩展 然后在扩展 扩展呢 提供了三个文件 有一个故事版 有一个info.plist 还有一个代码部分 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 它的一些相关的配置 然后在它的配置部分呢 无非也就是 这个地方的词 跟我们的 share部分 其实是有比较相似的地方 我们打开一下文档 然后它的文档的路径 我们找一下 然后它无非也是 讲一下 等一下 ok 找到这个键了 然后它这个地方呢 就是一个字典内型的 然后它的一些键呢 无非就是限制一下 所提供的内容的个数 最小的个数呢 最小 最少的 最大的个数 还有支持的一些图片呢 视频呢 文字啊等等 这么一些 一些东西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 然后另外呢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代码部分 它的代码部分 它的代码部分 主要的 主要讲的 主要是我认为 比较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法呢 提取出 提取出 由host的app当中 所提供的这些item 由host app提供的item 这些item到底包括什么呢 图片 视频 文字 或者是url链接 等等等等 其他任何的任何都有 然后这个地方主要是 我们看一下 它这个action当中 有很多的它的扩展 扩展的上下文 然后输入的内容 然后输入内容里面 我们可能把它强制转换 强制转换为 extension item 然后这是另外一个 这种东西 然后这个extension item里面 到底又有什么东西呢 它有 它的attachment 这个里面存储的一些东西 然后另外还有 传进来的字典 然后再 我们再看一下 它这个attachment里面 保存的是一个nsitem provider这样的一个数据 然后在这个数据里边 我们同样的可以找到很多的 比如说它是否是否是某个类型的多媒体 是否我们注册的某一个ID 等等等等等等的一些东西 然后关于如何从host的app当中 提取出这些items呢 在我们的share 在这个share扩展当中 这个视频教学视频当中 有详细的讲解 大家可以在那个地方 找到相关的内容 因为这部分内容是重复的 所以呢就没有必要 再重复的讲一遍 然后另外 axing axing这个扩展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是呢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大家在这儿 发挥的想象的空间会更大 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呢 大家可以完成它 另外我也可以把它 也把它作为一个作业 然后在大家在axing扩展当中呢 玩上更多的一些发挥的空间 然后再次确认 再次跟大家确认一下 如何从这个host的app当中 获取这个items 在这个share部分呢 在这个share扩展的一个教学视频当中呢 有非常详细的讲解 大家可以在那个地方找到相关的答案 然后现在axing扩展呢 就讲到这里 就算了 要是 就算了 就算了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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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